今天先来做咖哩牛肉 咖哩牛肉那我买了这个 这个是那个牛腱 然后这里有准备了红萝卜 洋葱 马铃薯 然后这个是咖哩粉 这是我请人家从新加坡买来的咖哩粉 很好的咖哩 还有这里有大蒜头 就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牛肉我稍微要烫过 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一锅烫好的水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牛肉切一切 这个牛肉不要切太小块 切大块一点 然后为什么要烫 因为就是烫一下 让它血水出来 然后煮出来的东西会比较清爽一点 不会浑浑的这样 然后血水把它烫过 也比较不会有一些腥的味道 这样 那煮咖哩的时候呢 因为咖哩粉要炒过 咖哩粉炒过是比较香 直接倒也当然是可以 但是炒过了咖哩会比较香 水已经滚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牛肉切一切 把牛肉稍微烫一下 在水滚了 那我现在呢 就用另外一个锅子 炒在咖哩粉的时候 要记得就是 火要很小 然后你的杆子呢 就一直冻它 好 这个 这边的牛肉已经 水滚了 滚了就好了 等一下我们再把它捞起来 咖哩粉就这样子炒好 炒了大概几分钟就可以了 四五分钟 炒过的咖哩粉会比较香 好 我们就把它炒好了 那我们就来把这个 我们所要的这些东西 切切 切的这个 切那个 那个什么 切的清菜 打 boom oo 这咖哩粉是很好的 就是印度咖哩粉 吃咖哩很好哦 这个不会得到脑迷痣症 这是马铃薯我们把它削皮 这个洋葱 洋葱我们要切一下 那这个都是 因为牛肉放一个洋葱 它那个味道会比较好 因为洋葱跟牛肉比较对味 所以其实放马铃薯跟红萝卜也就可以了 可是但是因为牛肉跟洋葱比较对味 洋葱这样子 我萝卜切成块状的 切块大块大块 因为去煮那个咖喱牛肉 因为它煮了会缩嘛 所以不要太小块 而且这个大块的 摇起来就是吃起来就会比较有那个 那个咬的那种感觉就比较好一点 好那现在那个锅子 这是我那个常煮炖煮东西的焖烧锅 那因为它这个底下它这个是铁的 在瓦斯炉上面烧了以后呢 然后再放到那个脖子闷 所以那个很节省 那个能源而且呢 可以煮得很烂 这个是我们烫好的那个牛肉 那我再用水再冲洗一下 比较干净 它有时候煮的时候 它有一点泡泡啊什么的 这个是一条牛腱的那个牛肉 就这一些 其实也蛮多的 这样就这里 好 那我们就把它放下去 就放到那个锅子里头 好 那我们煮的那个 放到一个 好 然后 因为它这个可以煮得很烂 所以我们这些都 没关系 把它切大块一点 那我可以把它放一颗大蒜头 其实芭蕾的味道已经很重了 就是 好 好 那我们就加水 好 加点水 然后割一点盐巴 我先放大概一湯匙半 小小的也不要放太多 万一如果太咸就没救 那如果不够再加这样 还有就是 有人也许会加味精 我会加 但是我不会加很多 可是我们可以先不加 然后等一下吃点 你看这个原味 其实它那个汤汁也很鲜的话 其实也不用加 那我现在加是 我平常做这也是有加 可是我现在加很少很少 那这样我就放在锅子炉子上去 好 那我们等一下等它滚 大概滚个十分十五分以后 我们再放在里面 所以今天这个咖喱先做到这样子 刚才那个牛肉现在已经滚了 那我们大概把它记时间 十分钟 这牛肉已经差不多好了 等到里面 我大概二十五分钟有了 让它焖烧锅 你放它焖烧锅里头焖 这样 可能过一两个钟头 就把它拿出来 好 然后再看看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做的 咖喱牛肉这样 那等牛肉好的时候 你看你可以勾切 或不勾切 我想就不用勾切了 这样子 然后那个汤子就可以拌拌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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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肉 感谢观看